上青宗,内门的一间修炼室内,一股强大的气势爆发出来,这股强大的气势席卷整座内门修炼室的巨大山峰,那些在其他修炼室修炼的上青宗弟子纷纷被这股强大的气势惊动,这肯定又是楚伯皮搞出来的动静。 这苟日的闭关之后,内门好不容易安分了这三个月,这是又准备出来搞事的节奏。 这下不知道,又有谁要倒霉了? 那些内门弟子,骂骂咧咧地从修炼室中冲出来,在这股强大气势的席卷之下,他们也没办法继续在修炼室中待下去了。 在那股强大的气势平息下来之后,随后某间假等修炼室的大门轰隆一声打开来,楚剑秋从里面走了出来。 楚剑秋轻轻呼了口气,闭关苦修了三个月,他终于算是把以前留下的隐患给消除了。 在这三个月中,他不但夯使了修为,而且还要突破了一种境界。 三个月突破一种境界,对于其他舞者来说,这是惊使害俗的事情。 但是对于楚剑秋来说,这修炼速度已经是很慢了。 在这三个月中,楚剑秋不但夯使了本身的修为,而且对自己所修炼的各种舞技也都理了一遍。 对于像弩天战拳,风一顿法这种地阶舞技,楚剑秋原本就都已经修炼到了第三层大乘境界。 经过这三个月的打磨,这两门舞技已经都达到了第三层圆满。 不过这两门舞技,楚剑秋所获得的都不是完整版的。 弩天战拳完整版的上京宗倒是有。 完整版的弩天战拳是一门天阶中平舞技,分为七层。 兑换这门,完整版的舞技所需要的贡献值不菲。 楚剑秋目前太穷,暂时还兑换不起,所以只能先放一放,等到以后有钱了再说。 除了弩天战拳和风一顿法之外,楚剑秋的紫星恋魂秘法也突破到了第六重。 此时他的神魂强度堪比天刚镜六重的舞者,神念笼罩范围就可达到一千里之光。 而因为有着强大的神念,随楚剑秋的小五星见证也达到了第一层圆满的境界,离突破第二层也不远了。 见到楚剑秋,从那间假等修炼室中出来,那名姓朱的指示弟子立刻走了过去。 走进那间假等修炼室一看,果然不出所料,修炼室中的灵气被楚剑秋吸得一干二净。 而且整间修炼室中布满了无数密密麻麻的剑痕,这些剑痕深入修炼室的石壁以及地面树枝之身,就差把整堵石壁给直接割裂开来了。 那名姓朱的指示弟子见到这一幕,脸色顿时黑入锅底。 楚剑皮只要进了修炼室就准没好事,无论去到哪里,他都要刮第三吃。 他上次进入假等修炼室中一个月,就已经使得那间假等修炼室元气大上,现在都还在修复之中。 这次,他整整在这间修炼室中闭关了三个月,这间修炼室离彻底报废也差不多了。 要想把这修炼室修复完成,都不知道要耗费多少天才地报。 楚剑就看着那姓朱的指示弟子那满脸黑线,眼神不由,一片无骨。 这修炼室变成这个样子,他也不想的呀,要怪就怪这修炼室建造的,为时是太过偷工减料了,连去去几道建议都承受不住。 他在这修炼室中修炼,总不能还要小心翼翼吧,如果是那样的话,还能起到什么修炼的效果? 姓朱的指示弟子,见到楚剑丘拿无辜的眼神,心中顿时更是恼火,这真实得了便宜还买怪。 不过他又拿楚剑丘,没有任何办法,毕竟楚剑丘也没有违反上清宗的任何规矩,这修炼室被破坏成这个样子,如果要细究起来的话,还真的怪他们指示堂建造的不够牢固。 但是这修炼室当时建造的时候,可是按照能够抵挡天刚剑一重强者攻击来建造的,即使是普通的天刚剑二重强者,都难以轻易摧毁。 用来当作那门弟子的修炼室,那是完全足够的,谁知道会有楚剑丘这种远朝常理的变态。 楚师弟,我们那门的修炼室公布请您这尊大审,您就行行好,赶紧到真传弟子那边去吧。 那姓朱的指示弟子冷着脸说道,以楚剑丘目前的实力,通过真传考核的关卡那时绰绰有余。 若是让楚剑丘继续待在内门中,内门那时一日都不得安宁,尤其是他们指示堂,每次楚剑丘来修炼室这边,他们指示堂都得大出现。 楚剑丘听到这话,有些无奈地摇了摇头,向着修炼室外走去。 对姓朱的指示弟子的话,楚剑丘心中也有几分异动。 毕竟以自己目前的实力,继续在内门中待下去也得不到进一步的成长,只有成为真传弟子才能有更多的机会。 内门弟子的待遇远远无法与真传弟子相比,首先在功法的限制上就很明显。 内门弟子所能够得到的最高等级的功法武学只能是天阶中品,即使内门弟子有再多的贡献值,也没有资格获得天阶中品之上的功法。 但是真传弟子则没有这样的限制,只要贡献值足够多,真传弟子是可以获得上京宗任何的功法武技的。 在楚剑丘往外走的时候,在修炼室大殿门口,却恰好又遇到了一道妖艳的红衣身影,正是上次在修炼室中所遇到的方叔。 楚剑丘心中不由微微一争,这还真是巧了,两次来修炼室卷两次都遇到了他。 不过这一次方叔并不是一个人,在他身边还跟着一名黑炮男子。 方叔在见到楚剑丘的时候,也不由一愣,顿时身形一晃,挡在了楚剑丘的身前。 姓楚的,这还真是冤家路窄,又在这里遇到了你。 上次的仗,这次要和你好好的算上一算了。 方叔看着楚剑丘冷笑地道。 跟随方叔一起过来的那名黑炮男子健壮,顿时也走了过来,默然地看了一眼楚剑丘。 你就是楚剑丘。 周围那些内门弟子,见到这边有热闹看,纷纷围了上来。 看,那边又有好谢可瞧了。 这是谁啊,这么大胆,居然敢找楚剥皮的麻烦,这胆子肥得让我五体投地啊。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那可是内门榜上排行五十七名的颜辛之。 在内门榜上排行五十七名,就敢找楚剥皮的麻烦,这是谁给他的自信。 那些围上来的内门弟子,都有主看傻子一般看着那名黑炮男子,眼中满是讥讽的神色。 严新之听到那些议论之后,顿时不由皱了皱眉。 他刚从外面游历回来,从来没有在内门中见过楚剑丘,对楚剑丘了解并不清楚。 只是看到楚剑丘只有圆丹镜六重的境界,心中便没有把楚剑丘太过放在眼里。 一个只有区区圆丹镜六重的蝼蚁,为是不值得他太过重视。 虽然这蝼蚁以这样的胸围就击败了方叔,但是也仍然不值得他放在心上。 方叔虽然也是圆丹镜九重的境界,但是在内门榜上只是排名七百三十九名,远远无法和他相比。 但是周围那些围观的弟子的反应,让严心之隐隐感觉到有几分不妙。 他在内门榜上位列五十七名,名声在内门中不小,很多内门弟子都认识他。 在知道他实力的情况下,这些人居然还一点都不看好他,这件事情就有点诡异了。 方叔听到那些弟子的议论时,心中也是有点懵,他本以为抬出了严心之,楚剑秋必然会磕头求饶。 但是看到楚剑秋那副淡定的模样,以及周围围观弟子的反应,方叔的心中也不由有几分发虚,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这也是三个月前,楚剑秋与东郭冷的那一战,方叔恰好不在宗门里面,没有见到那惊天动地的一战。 否则,再给方叔一百个胆子,也不敢再来找楚剑秋的麻烦。 那姓朱的直视弟子此时也走上了前来,有些无语地看了方叔一眼。 这女人的脑子难道是猪脑子吗? 上次,吃了楚剑皮的大亏,还敢再来招折楚剑皮。 姓朱的直视弟子即使不用看,都能够知道接下来的结果。 在三个月前,楚剑皮能够与东郭冷战成了平手,而三个月前,东郭冷已经杀到了内门榜上第六名。 如今楚剑秋,闭关三个月,境界又突破了一层,实力已经到了一个难以想象的地步。 只要看看那个假等修炼室中的那些灵力无比的剑痕,楚剑秋目前的实力就已经可见一斑。 严新之以区区内门榜上57名的实力,就敢找楚剑秋的麻烦,不得不说这胆子为师够肥。 严新之虽然见到了那些旁观弟子的反应,但是最终心中还是不信些。 他就不信,一个区区远丹井六种的舞者会是他的对手,顿时不由冷哼了一声。 装神弄鬼。 小子,只要你向方叔磕头道歉,我今天就放你一马。 严新之对楚剑秋冷冷地道。 这家伙惨了,却胆敢如此对楚剥皮说话,不知道楚剥皮是最小心眼的吗? 唉,还真是不作不死。 你猜这家伙接下来会是什么下场? 这还用猜吗? 楚剥皮,楚剥皮,这难道是白叫的? 在严新之这话一出口的时候,众人顿时满时,怜悯地看着严新之,犹如看着一头即将被宰的肥猪一般。 楚剑秋听到严新之这话的时候,顿时不由,微微一笑。 给你三个呼吸的时间,从我眼前消失,否则,就不要怪我没有给你机会。 严新之闻眼,眼神顿时,不由一冷。 罗姨,你这可还真够狂妄无知,看来你还不知道你面对的是谁。 楚剑秋没有理他,淡淡地吐出了一个字。 既然你不想磕头求饶的话,可就别怪我没有给你机会了。 严新之冷然说道。 说着,他伸出手掌,一掌往楚剑秋身上拍下, 一道强大无比的掌劲向楚剑秋身上涌去。 楚剑秋看都没有看大一眼,一袖一挥, 一股犹如长江大口般的劲力狂涌而出, 轰然一声撞在严新之身上。 严新之拍出的掌劲,犹如指呼一般瞬间粉碎, 紧接着身形被那股狂暴的劲力撞中, 犹如断线风筝一般向后射了出去。 这一下直飞出石树里,轰然一声撞在对面的山峰中, 深深地陷了进去。 这一下最要掉他半条性命, 至少要在床上躺个好几个月了。 楚剑秋扶了扶衣袖,扬长而去。 方叔看着楚剑秋那远去的背影, 脸色惨白如指。 几个月不见, 这家伙的实力怎么会变得如此恐怖? 以严新之在内门榜上排行57名的实力, 居然连他一招都逞不过。 那些围观的弟子对这一幕倒是没有丝毫的意外, 楚剑皮如今的实力, 估计都能够排得进内门榜上前五名了。 严新之这个排名57的又算得了什么? 只是楚剑皮今天却没有施展剑皮神功, 倒是让他们有些意外。 在以往那些招惹了楚剑皮的人种, 哪一个最终不是赤条条来去无牵挂? 最惨的那一个几乎连裤子最终都差点没有保住。 听到楚剑秋出关的消息, 杜寒烟等人纷纷过来庆祝道贺。 在见到了杜寒烟等人之后, 楚剑秋发现这几个月来并不是只有他的修为进井迅速, 杜寒烟等人修为进井同样不小。 此时杜寒烟等人都已经成为了袁丹井八重的舞者, 其中端木青更是达到了袁丹井八重巅峰, 距离突破袁丹井九重也就只剩下一步之遥了。 这几人不单职,修为进井迅速, 而且更是凭借袁丹井八重的境界, 就杀进了内门榜前一百名。 对杜寒烟等人能够杀进内门榜前一百名, 楚剑秋到时并不意外。 杜寒烟等人的资质虽然不挤东郭冷那般强悍, 但是同样也是极为罕见, 即使是内门榜上前一百名的强者, 能够达到九分资质的人也同样寥寥无几。 等到他们突破袁丹井九重之后, 即使杀进内门榜上前十都不是什么难事。 除了他们几人进井迅速之外, 楚剑秋还听到了东郭冷的消息。 东郭冷在前几天就已经突破了袁丹井九重, 杀进了内门榜上前三, 把南宫飞月都挤了出去。 不过他在与蒋安宁一战的时候, 却还是没有打赢蒋安宁。 毕竟他的进井迅速, 蒋安宁在这几个月中修为进井同样不小。 蒋安宁在三个月前就已经达到了半部天罡境的境界, 此时距离突破天罡境更是只有一步之遥。 当然, 东郭冷没有打赢蒋安宁, 却也没有打输, 两人战成了平手, 在内门榜上并列第二名。 同时, 在半个月前, 内门榜上排名第一的忽颜瑞泽也从外面游历归来。 在忽颜瑞泽回来之后, 蒋安宁和东郭冷先后都向忽颜瑞泽发起挑战, 但是两人却毫无疑问地败在了忽颜瑞泽的手下, 甚至连忽颜瑞泽十招都走不过。 忽颜瑞泽虽然测制并不算太过出色, 但是却以绝世之词横压一带天骄。 听到这里, 楚剑就到时有几分意外。 东郭冷在突破远丹顶九重之后, 居然都打不过忽颜瑞泽。 以东郭冷目前的境界, 按照他以往的战力来算, 应该都不弱于普通的天罡境二重的舞者了。 这个忽颜瑞泽究竟是什么样的妖孽怪物, 战里居然如此恐怖。 楚剑秋此时倒是对这个忽颜瑞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不过他却并没有妄然去挑战忽颜瑞泽。 毕竟连东郭冷和蒋安宁都打不过忽颜瑞泽, 他也没有多少胜算, 他此时的实力应该与东郭冷以及蒋安宁之间相差不大。 楚剑秋倒是想不到自己闭关这三个月, 内门之中居然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 但这些都还不是重点,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 罗浮山外深处有神秘秘境处始, 惊动了整个南州的所有宗门势力。 这个秘境外面笼罩着几位强大的世界之力, 境界修为越是强大的舞者反而越是进不去。 通过各方面的探测, 这个秘境只能是天刚井之下的舞者才能进入。 由于对这个秘境里面的一切都是为之, 所以南州各大势力对这个秘境都是充满了好奇。 一个秘境的发现可能意味着的将是无穷的财富, 没有哪个宗门势力会忍得住这样的诱惑。 但是探测一个新的秘境的过程中, 同样也会伴随着无数的凶险, 谁也不知道里面隐藏的究竟是无数的财富还是致命的危机。 在秘境刚刚出世的时候, 各方势力都曾派遣不少探子进入秘境中探查, 但是这些探子大多数都死在了里面, 只有极少数能够逃出来。 这些能够勉强逃出来的探子的修为, 至少也是远丹井八重的境界。 这意味着地狱远丹井八重的武者, 在秘境之中将没有存活的能力。 但是这些从秘境之中逃出来的探子, 带出来的消息也让南州各大宗门极为心动。 这个秘境里面虽然潜伏着无数的凶险, 但是同样也有着无穷的财富, 法宝几乎遍地都是。 为了争夺这个秘境之中的财富, 南州各大宗门都开始行动起来。 无论是南州联盟的各大宗门, 还是迅影联盟, 甚至包括罗浮山脉中的各个大妖宗门, 都纷纷召集起宗门中最为优秀的弟子, 准备赶往那处秘境。 面对如此机缘, 每个宗门都想要分一杯羹。 胡言锐泽就是因为此事被尚清宗召了回来。 对于这次行动, 尚清宗会召集内门榜上前五百名的弟子参加, 至于那门榜上五百名之后的那门弟子, 尚清宗不会让他们冒这样的险。 从之前那些事件进入秘境的那些探子的情况, 虽然远丹境八重的舞者在秘境中也能够勉强存活, 但是存活的几率却还是太低了些, 连十分之一都不到。 只有达到远丹境九重的境界, 存活的几率才大上一些, 但是也只是由十分之一的存活几率提高到五分之一而已。 根据之前那些探测的情况, 尚清宗再三权衡之下, 才做出了让内门榜前五百名的弟子参加的决定。 在这个消息传出来之后, 尚清宗整个内门都瞬间沸腾了。 面对如此重大的机缘, 没有多少弟子愿意放过。 于是在这段时间里, 那门榜斗场上几乎每天都上演着数十场挑战, 无数弟子都想杀仅前五百名, 获得参加这次秘境行动的资格。 秘境的行动在十天之后出发, 楚剑秋也要利用着十天的时间, 好好地准备一番。 楚剑秋去到珍宝各种, 把所有的贡献值都兑换成各种资源, 把这些资源都炼制成各种的丹药和扶振。 面对这些未知的挑战, 楚剑秋向来都不敢掉以轻心, 毕竟他所得到的那个秘境的消息实在太少了。 十天时间很快过去, 这十天来, 内门榜上前五百名的弟子也彻底地定了下来。 在这前五百名的弟子之中, 除了杜寒彦、 独向迪、 端木青、 唐天蕾、 尹高杰、 红飞鹰、 福奇火、 夏宜山这八人是袁丹晴八种的境界之外, 其余人全部都是袁丹晴九重以上的境界。 当然, 就要排除楚剑秋这个特殊的变态。 在这十天之中, 也曾经有一些刚刚从外面回来的内门弟子, 因为见到楚剑秋的境界, 只有袁丹晴六重, 却位列内门榜上前一百名心有不服, 便不知天高地厚地挑战楚剑秋, 但是都被楚剑秋轻而易举地击败。 后来楚剑秋为了免去那么多的麻烦, 就直接挑战了名列第四的南宫飞跃。 在击败南宫飞跃之后, 也就没有谁有这个胆子在挑战他了。 因为那些刚从外面回来的弟子, 虽然对楚剑秋不熟悉, 但是对南宫飞跃却并不陌生。 楚剑秋连南宫飞跃都能击败, 他们就没必要上去自取其辱了。 在出发的这一天, 五百名内门弟子在上青宗山门前汇集。 在这里, 楚剑秋第一次见到了内门榜第一的胡言锐泽。 如果不是知道他的身份, 谁也想不到这个外表平平无奇的男子, 居然会是上青宗内门第一的高手。 忽言锐泽一身青色不一, 唇上留着凉撇浓密的胡子, 雕选一个九葫芦, 一把长剑随便挂在腰间, 整个人显得很是骆驼不羁。 忽言锐泽见到楚剑秋, 目光打凉过来, 顿时咧嘴一笑, 点了点头, 算是打过了招呼。 楚剑秋也微微一笑地回应, 这家伙性子倒是随和, 没有那些所谓的天之骄子, 拿目中无诊的臭毛病。 五百名弟子陆陆续续地到来, 各自聚集在一起, 或数人或十数人, 形成了一个个的小团体。 杜寒雁, 卢向迪, 端木青和唐天磊, 聚集在楚剑秋身边, 尹高杰, 红飞鹰和福奇火, 则聚集在东锅冷的身边。 蒋安宁, 南宫飞跃和唐青年这些 剑唐弟子也形成一个小团体。 当时内门第一的忽颜瑞泽 并没有和其他人成群结队, 独自一人坐在一旁的大石上, 不时地拿着那酒葫芦喝着酒。 唐青年本想让唐天磊 和他们剑唐弟子在一起, 但是唐天磊却死活不答应。 唐天磊和剑唐弟子之间 虽然不陌生, 但是毕竟没有和楚剑秋等人 在一起的时候来得舒服。 在日上粘杆的时候, 五百名内门榜上的弟子 基本已经集齐, 现在就等这次带队的人现身 就可以出发了。 正在众人等待的时候, 忽然见到远处一道身形 迅速无比地击掠过来。 这道人影身上气息强大无比, 显示一名强大的天罡警强者。 这道人影 忽然悬停在众人的上方, 露出了身形, 是一名颇为美艳的女子。 谁是楚剑秋? 这名美艳女子 冷冷地扫视了众人一眼, 冷然地开口道。 在这名美艳女子 开口之后, 人群中顿时响起一片 倒吸冷气的声音。 楚伯皮又干了什么 天怒人怨的事情, 全连真传弟子 都找上门来了。 老哥, 认识这女子? 真传弟子中的严芳啊, 听说在真传弟子之中 都算是很强大的人物, 那门榜上排名五十七的 严心知的姐姐。 哦,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就难怪了。 杨兄这是知道 什么内幕不长。 十天前, 楚伯皮在修炼室那边 把严心知给打了, 当时严心知估计 丢掉了半条命, 现在她姐姐跑来算账 也不是什么奇怪事。 在那美艳女子出现之后, 那门弟子中 有认识她的人, 顿时就猜到了 是怎么回事。 严芳过来的确 是为了严心知 而找楚伯丘寻仇的。 她刚刚闭关出来, 就听到了严心知的噩耗, 便连忙跑去 看严心知。 在见到严心知 那副凄惨的模样之后, 严芳顿时大怒, 她才刚刚闭关 这一年时间, 却就有人胆敢 把她弟弟 打成这般模样, 真是岂有自利。 尤其是在方叔 天有家族的描述之下, 严芳更是怒火冲天。 在方叔的带领之下, 严芳直奔楚剑丘的住处, 但是在楚剑丘的住处 却并没有找到楚剑丘。 在一番打听之下, 才知道今天 是面境任务探测的 出发时间。 严芳在怡怒之下, 便不敢不顾地 跑了过来。 我就是楚剑丘。 楚剑丘越肿而出, 淡淡地说道, 严芳之, 是你打的。 严芳看着楚剑丘, 寒声说道, 不错。 楚剑丘淡然地承认道, 对方虽然是天刚紧强者, 但是楚剑丘, 就不信他敢在 大庭广众之下, 对自己公然动手。 而且就算他敢动手, 楚剑丘也有自保之力。 你真是好大的胆子, 居然敢把他 打成那个样子。 严芳见到楚剑丘那幅 淡然的样子, 更是怒火中烧。 严芳悍然拔剑出窍, 一剑往楚剑丘身上展落, 虽然无比的剑仪 把楚剑丘笼罩住。 楚剑丘脸色不由微变, 这疯婆娘还真敢动手。 楚剑丘神念一动, 正想还击时, 却忽然眼前一花, 一道婀娜的身形 挡在自己身前。 这道婀娜身形 浑身笼罩着 浓烈无比的剑仪, 严芳的那一剑 斩在他身上时, 犹如石沉大海, 连半点动静都没有。 众人见到这一幕, 心中顿时震惊不已, 这究竟是谁, 居然胆敢应手 严芳者天刚静强者的一剑。 等到这浑身笼罩 剑丘的身影 身上的光芒连去时, 众人看清楚 这身影的面貌后, 顿时慌忙攻身行礼。 见过方堂主? 来人正是 剑堂堂主房雅可。 房堂主这是什么意思? 严芳见到房雅可 为楚剑就挡住了 自己这一剑, 顿时脸色不由一尘。 房雅可虽然是 内门的剑堂堂主, 但是却还管不到 他这个真传弟子身上。 真传弟子的身份 和内门长老 可是平级的存在, 甚至还隐隐 比内门长老高上一筹。 这里是内门的地方, 你一个堂堂的真传弟子 在这里对名 袁丹靖六成的内门弟子出手。 眼里还有没有 上青宗的规矩? 房雅可冷然道, 严芳闻言, 顿时雨塞。 上青宗的确 有这样的规矩, 真传弟子不得无故 对内门弟子出手, 内门弟子也不得无故 对外门弟子出手。 这是为了防止 两者实力差距太大 而形成霸凌欺压的行径。 不过事实上, 却并没有多少人 会把这条规矩当一回事。 因为真传弟子 比起内门弟子的身份 高太多, 即使真传弟子 对内门弟子出手, 只要不是打死那种 天资极为出色的妖孽, 执法堂也会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当然, 如果真传弟子 真的肆无忌惮地行事, 把内门弟子中 资质极高的天才打死了, 同样会受到执法堂 极其严厉地处罚, 甚至处死都有可能。 因为那些 资质精灵的弟子 涉及到尚清宗的未来, 尚清宗自然会 给他们最大的保护。 所以严峰刚才 即使心中怒疾, 出手也还是有分寸的, 不会真的 把楚建秋给打死了。 楚建秋能够 凭借远丹镜六种的修为 就把在内门坊上 排行57名的严新枝 打成那个样子, 只要稍微有点脑子的人 都知道楚建秋的资质 是何等惊人, 这样的天才 在尚清宗高层点中 自然是极为看重的。 如果自己只是 教训楚建秋一顿, 可能执法堂 并不会拿自己怎么样, 可是如果 他出手没了分寸的话, 那后果就严重了。 严峰看了防牙壳 和楚建秋一眼, 冷哼一声, 转身离去。 由防牙壳 护着楚建秋, 他是不可能 对楚建秋出手的了。 防牙壳的实力 在整个尚清宗 都是排名 极为靠前的存在, 以他的实力 远不是防牙壳的对手。 若是 惹弄了防牙壳, 被防牙壳出手 教训一顿, 那可就得不偿失了。 但是楚建秋 夺得了一时, 夺不了一时, 防牙壳总不可能 时时刻刻地 护着他, 等到他从秘境中 回来的时候, 总能找到 教训他的机会。 等到严芳走后, 防牙壳 有些美好气地 看了楚建秋一眼, 这家伙 可还真会惹事, 自从进入内门之后 就没有消停过。 楚建秋被防牙壳 那眼神看得 不又有些无辜, 这些事情 可真不是自己 主动去招惹的。 在防牙壳 到来之后, 随后又有 十几名长老 陆陆续续地 来到这里, 这些长老都是 内门中 极顶尖的存在, 可见宗门 对这次任务的 重视成路。 走吧。 在人员到齐之后, 防牙壳 淡然地开口说道, 身形一闪, 率先登上了那艘 早已悬停在 山门处的 巨大云州。 在众人登上云州后, 云州 缓缓驶出山门, 向着远方拾去。 这次秘境 出现的地点 在罗浮山脉中部的 一处深渊之中, 距离上青宗 足有上百万里的距离。 即使这次上青宗 出动的云州 是特殊打造的 快速云州, 能够日行五万里, 去到那处 秘境所在的地方 也得花费 二十多天的时间。 在云州上的 这二十多天的时间, 楚剑丘也丝毫 没有浪费, 不断地参舞 烈阳剑法的剑意 和小五行剑阵。 在修炼室中 闭关的那三个月中, 楚剑丘就已经 把烈阳剑法 修炼到第二层 大乘的境界。 在经过这二十天的 参舞修炼, 他的烈阳剑法的造诣 直接达到了 第二层圆满。 而且这二十天中, 房亚可见到他 参舞剑道时, 还特意指点过 他的剑法。 房亚可的剑道境界 是何等高远, 在整个上青总 都没有几个人 能够比得上他。 只是聊聊几句话 就令得楚剑丘 毛色顿开。 楚剑丘的悟性 本就极高, 得到房亚可的指点之后, 剑道水平 提升了一大截, 最后一举突破了 小五行剑阵 第一层的平静, 达到了小五行剑阵 第二层的小城境界。 房亚可 在和楚剑丘 探讨剑道的过程中, 从楚剑丘的 小五行剑阵之中 也是祸以非浅, 他从来没有剑道过 如此奇妙的剑阵手段, 剑法居然还能够这样用, 这使得房亚可的眼界大开。 之前虽然见识过, 楚剑丘使用 小五行剑阵, 但是毕竟不知道 其中运行的诀窍。 这门剑阵乃是 超越天阶之上的武学, 并不是简单看两眼 就能体会其中奥妙。 若是楚剑丘 不把其中运行的诀窍说出来, 即使房亚可在观看楚剑丘使用 小五行剑阵对地一百次, 都不一定能够看出 其中的玄妙之处。 二十天后, 云州穿过 茫茫荒林, 来到了一处深渊旁。 那深渊一望无际, 有着无数的云雾在翻腾着。 在深渊上空, 空间扭曲 形成一个巨大的漩涡。 在深渊前方的边上, 已经停住了 一嗖嗖的云州, 还有大量的舞者聚集在一旁。 这些舞者既有来自 南中联盟的, 也有来自 血影联盟的。 除了人类的舞者之外, 深渊边上还聚集 有不少实力深厚的大妖。 这次, 吴静元出现的这个秘境, 使得南中联盟、 血影联盟 和罗浮山脉的妖族 三方齐聚于此, 每一方势力 都想分一杯羹。 在南中, 除了南中联盟 和血影联盟之外, 罗浮山脉的 群妖联盟 同样也是一个 不弱于两个联盟的 庞大势力。 第一次, 为了探测这个秘境, 三方势力 暂时摒弃前显, 共同派遣弟子 进入其中探测。 否则, 如果三方势力 在秘境之前 进行厮杀的话, 任何一方 都休想进入 秘境之中。 以三方势力的力量, 没有哪一方 能够占据 绝对的优势, 所以也没有谁 能够独占这处秘境。 上青宗的云州 在南中联盟的营地中 停了下来, 上青宗的弟子 开始在一旁 修建营地驻扎, 而房雅可 则带领其他长老 去和南中联盟中的 其他宗门长老会合。 南中联盟 主要是由 南中七个庞大的宗门 组合而成。 这七个宗门分别是 托越宗、 七药殿、 神风阁、 上青宗、 日月斋、 紫光轩和天香楼。 上青宗 在这七个庞大的宗门中的 实力排行第四。 托越宗、 七药殿和神风阁 是比上青宗实力 更为强大的宗门。 日月斋、 紫光轩和天香楼 则比上青宗 稍逊一筹。 其实天香楼 严格来说 并不属于 南中联盟。 由于天香楼 处于南中联盟 与血影联盟的交界处, 地理位置 又仅靠罗浮山外。 而且天香楼的实力 比起南中联盟 其他六大宗门 入了一个层次。 所以天香楼 并不敢太过得罪 血影联盟。 因此天香楼 其实并没有正式 加入南中联盟, 基本上 是处于一种 中立的状态。 但是天香楼 毕竟属于 正道宗派, 平时还是和 南中联盟的 六大宗派 走得近一些。 南中联盟、 血影联盟 和罗浮山脉 妖族联盟 这三方势力 目前都只是在 无尽冤前聚集着, 都还没有 进入到 密境之中。 因为三方 达成了一致的协议, 等到所有人 都到齐之后 才能一起进入, 因为被那些 先进入的宗门 抢先占了便宜。 楚剑就感受着 四周营地上 所散发出来的 种种强大无比的气息, 不由一阵 暗暗心惊。 看来这一次 密境之行 并不会轻松, 等到进入 密境之后, 先不说那些 密境中 所潜伏着的 未知的凶险, 但是这些 聚集在一起的 各方势力的 武者之间 就会有一场 惨烈的厮杀。 这个无尽冤旁 几乎聚集了 南州这一带之中 所有的 天之骄子。 楚剑就在 上青松旁边的 那个营地 感受到好几道 极为危险的气息。 这几道气息 虽然境界只有 原丹境九重 或者是 万部天刚境的胸尾, 但是给 楚剑秋的感觉 危险程度 不在冬锅冷之下。 甚至有几道气息 带给 楚剑秋的感觉 比起冬锅冷 都还更具有 威胁性。 杜寒彦等几人 也被这一番阵长 给震撼到了。 这次的任务的 危险性 比想象中的 都还要大。 你们进去之后 首先不要想着 争夺宝物 先要保住 自己的性命再说。 楚剑秋脸色 凝重地 对杜寒彦等人 说道。 也不知道 他们在进入 秘境之后 会不会被分散到 各处, 若是聚集在一起 还好, 如果被各自 分散开来。 对杜寒彦 他们这些 实力 烧肉的弟子来说 危险性 可就比较大了。 我刚才居然 看到了 地榜第七的 曹正志 这一次的 秘境探测 是真正的 精英云集。 唐天磊 布游 有几分 失神的岛。 地榜 什么地榜 楚剑秋 听到这话 顿时布游 有几分 好奇的问道。 南州 有两个 著名的排行榜 一个是天榜 一个是地榜 地榜是 南州 元丹镜舞者的 排行榜 上面记载了 在元丹镜中 南州实力 排行 前一千名的 舞者。 天榜 则是南州 天刚镜舞者的 实力排行榜 上面同样记载了 南州 天刚镜 排行 前一千名的 舞者。 唐天磊解释道 楚剑秋 听到这话 顿时布游 有几分惊讶 想不到南州 居然还有 这样的两个榜单 他毕竟 岛上清总 才一年多 这一年多之中 大多数时候 又都是在修炼 对这种事情 还真是不是 很清楚 杜寒雁等人 显然也是 第一次听到这事 顿时也是 来了兴致 聚精会审的 侧儿倾听 那我在地榜上 排地几 楚剑秋有几分 开玩笑的道 唐天磊文言 顿时 沉思了一会儿 说道 应该 勉强能够 排进前一百吧 听到这话 楚剑秋顿时 是真正的吃惊了 他对自己的实力 有着强烈的自信 虽然他在突破了 袁丹静六重之后 没有和蒋安宁 一起东锅冷交过手 但是他相信 自己的实力 绝对不会在 两人之下 也就是说 以他的实力 在上清宗的 那门弟子之中 至少都能够 排进前三名 以他这样的实力 居然在地榜上 只是勉强进入 前一百名 这尾时是 令楚剑秋心中 震惊不孝 这地榜上的污者 究竟是 何等的强悍 堂兄这话 是不是有点夸张了 卢相迪顿时脸上 露出几分不信的神色 毕竟他可是亲眼 见识过 楚剑秋实力的 强悍之处 在三个月前 楚剑秋指示 袁丹静四重的时候 尚且能够杀死 拥有天罡静实力的 承送王国的怪物 更何况现在 楚剑秋 已经突破到了 袁丹静六重的境界 唐天磊 看了卢相迪一眼 说道 你可知 忽颜师兄 在地板上 排行地结 卢相迪在内门中 虽然不久 但是对 忽颜瑞泽的 鼎鼎大名 并不陌生 这个充满传奇色彩的 男子实力之强大 是在内门中公认的 忽颜瑞泽虽然只是 半步天罡静的境界 但是实力之强大 比起很多真传弟子 都还要强大得多 以忽颜师兄的实力 怎么也得是 地板前三吧 卢相迪说道 这还是他说的宽了一些 其实 在他心中认为 忽颜瑞泽 在地板中 应该是第一的 他无法想象 还有其他 天罡静之下的舞者 会比忽颜瑞泽更加强大 唐天磊闻眼 顿时摇了摇头 难道是前五 卢相迪健壮 顿时有些怀疑的道 只是刚好第十而已 唐天磊缓缓地道 什么 只是刚好第十 听到唐天磊这话 众人顿时又被震住了 楚剑秋内心 也是再次震惊 如果连霍颜瑞泽 都只是在地板上排行第十的话 那自己只是勉强 排进一百名 那还真不奇怪了 这还真实 天外有天 人外有人 蒋安宁师兄 在突破半步天罡境之前 在地板上也只是排行 五百三十一名而已 唐天磊继续说道 众人闻眼 沉默了好伴上 最终杜寒雁忍不住道 难道托越宗 七药殿和神风阁 就比我们上青宗 强这么多吗 蒋师兄 即使在突破半步天罡境前 在我们上青宗内门榜上 也排到第五位 居然在地榜上 只是排到了五百三十一名 难道前面那些全部 都是这三宗的弟子 当然不是了 托越宗 七药殿和神风阁 虽然强大 但也不至于比我们上青宗 强这么多 地榜上收录的 并不只是我们南州联盟的舞者 而是包括旭影联盟 和妖族在内的 所有舞者的排名 在地榜前十名中 我们南州联盟 一共就只是占了三个名额 旭影联盟人数最多 达到四人 妖族也占了三人 唐天磊解释道 听到唐天磊这话 众人这才示意 如果是把三方势力的舞者 都排进去 这就解释得通了 否则 尚清总好歹在南州联盟中 排行第四 按理说不至于内般不堪 除了朝政治和忽言师兄之外 南州联盟排进地榜的 第一人是谁 卢向迪好奇地问道 拖跃中的景阳平 在地榜上排第三 地榜第一的是 旭影联盟的好连鸟 地榜第二的是妖族的原飞 唐天磊说道 接下来 唐天磊又大致介绍了 地榜前一百名 各方势力的分布 在地榜前一百名中 南州联盟和妖族 各占据了大约三十名 旭影联盟则占据了 大约四十名 而在南州联盟所占据的 这三十名之中 拖跃中占据了十名 七药殿占据了八名 神封阁占据六名 尚清总 之前则是 那门榜上的前三名 登上前一百名中 日月斋 紫光轩和天香楼 各有一人在前一百名中 听到这里 楚建秋才知道 唐天磊之前说他的实力 勉强进入地榜前一百名 是很有道理的 因为之前尚清总 只有内门榜上的前三名 才进入地榜前一百中 而楚建秋目前 在内门榜上位居第四 之前尚清总 内门榜上的二三名 在地榜上的排名 都是很靠后的 差不多是 垫底的存在 楚建秋能够击摆他们 应该在前一百名中 排名略为靠前 根据唐天磊的估计 楚建秋在地榜上 应该能排到九十一二名 对于唐天磊的见识 楚建秋倒是颇为佩服 这家伙 对南州的事物 几乎了如指掌 有了他在身边 自己对南州各方面情况的了解 大大提高 不至于对对手的实力 两眼一抹黑 这次的竞争 看来比想象中的 要剧烈得多 楚建秋和杜寒雁等人 接下来商量着 进入秘境之后的对策 进入秘境之后 不但蓄影联盟 和妖族的舞者是敌人 即使是 南州联盟的舞者 同样有可能是敌人 在面对重宝机缘的时候 很多人都不会再考虑 什么同盟的问题 到了那个时候 不要说是同盟了 即使是同盟之间 都可能为了争夺宝物 而打个你死我祸 楚建秋把很多 自己所炼制的丹药和扶阵 都交给了他们几人 以做保命之用 除此之外 楚建秋还传授给他们 一门剑阵 四项剑阵 如果他们在里面 能够会合在一起 四人联手 施展这门战阵 甚至能够于 东郭冷一战 接下来的 这几天里 众人都待在营地中 养精蓄锐 为这场即将到来的 秘境探测 做准备 十天后 所有人终于全部到齐 南州联盟 血影联盟 和妖族那些 护送弟子的长老 全部升空 呈三角之士 都在防着 对方的突然出手 这里汇聚的都是 各方最为顶尖的 精英弟子 如果被对方 出手歼灭 对于己方来说 都是难以承受的损失 而三方弟子 也开始 陆陆续续地 向吴静渊上空 那个巨大的漩涡上飞去 楚剑丘看着 吴静渊上空旋利者的 气势 强大无比的 各方长老 心中不由 一阵震撼 这些长老 每一个的气息 都强大的 难以想象 当这众多的强者 集合在一起时 所形成的气象 辉煌到了极点 这些强者 举手投足之间 都足以改变 一方的天象 一个念头之间 都使得天地间 风云变幻 楚剑丘心中 不由生出几分向往 或许只有成为 这样的强者 才能真正地 在南州这方大地上 立足 拥有自保之力 不过这样的念头 只是在 楚剑丘心中 一闪而逝 没有停留太久 楚剑丘虽然 一心致力于 攀登舞蹈巅峰 但是他却并非 好高物远之人 目前最于关键的 还是脚踏实地 走好目前的道路 强者的风采 虽然令人仰慕 但这修炼 却是需要 一步一步地走 楚剑丘跟随在 众多舞者的身后 向着天空中内阁 巨大的漩涡上飞去 这次各方所聚集的 舞者极多 南中联盟 血影联盟 和妖祖三方 加起来的舞者 将近两万人 这两万 作为顶尖的精英 在这秘境内 注定会发生一场 极为惨烈的厮杀 楚剑丘穿过 那空间漩涡 眼前环境 骤然一变 这是一个 苍茫的世界 天空笼罩着一层 暗沉沉的灰色 脚下是一片 一望无际的黑色焦土 在这片黑色的焦土上 布满了一句句 各种各样的骸骨 这些骸骨 有些是人形 有些是妖兽 有些是看起来 不知是何等生理的异种 这些骸骨 有的庞大如山 有的只有 拳头大小 这片黑色的焦土上 除了这些 数不清的骸骨之外 还有洒落着 无数的法宝兵器 楚剑就看着 眼前这一幕 荒凉无比的画面 心中震撼无比 这显然是一个 巨大无比的战场 看着这片 被打得一片残破的天地 可以想见 当初这场战争 打得是何等的剧烈 地面上的有些骸骨 即使逝去已久 但是却仍然散发着一部 极为强大的威亚 难以想象 这些骸骨主人 生前是何等强大的存在 楚剑就把神念散发出去 笼罩主 方圆百里的范围 细细探测了一番 虽然楚剑就目前的神魂 强大无比 神念足和笼罩 千里方圆的地狱 但是在这种一切未知的环境之中 楚剑就并不敢把神念 扩散得太大 以免带来不必要的威胁 楚剑就神念 细细地扫过这 百里范围的围处地方 把这方圆百里的情况 探测清楚 经过这一番探测之后 楚剑就的心中 在此被震撼得难以想象 在神念的笼罩之下 楚剑就发现 这方圆百里的战场上 所不满的骸骨 深浅最低的境界 都是天刚径的凶伪 至于那些散发者 无尽凶伪的骸骨 深浅的境界 更是难以揣渡 其他地方先不说 单单是这方圆百里之地 所散落的天刚径骸骨 就达到数千局之多 数量估计都比得上 南中联盟所有的天刚径数量 更不用说 整个无尽的战场上的 骸骨数量是何等的恐怖 楚剑就顿时不由一阵的心惊肉跳 这里究竟是什么地方 却有着数量如此众多的 高等界生命的骸骨 这却不是区区南州之地 所能够拥有的实力 除了这些骸骨之外 那些密密麻麻的 洒落战场的法宝兵器 也使得楚剑就一阵 惊心动魄 这些法宝最低的品阶 都是五届下笔 有一些甚至达到了六届 不过这些法宝兵器 大多数都破碎了 能够保存完好的 只有少部分 但是即使是 只有少部分保存完好 这数量也是极为惊人的了 这一场战争 不知过去了多久 有很多骸骨已经分化 只要轻轻一碰 就碎成了坟墨 天刚镜舞者的身体强度 极为强大 骸骨更是坚如金金 想要损毁并不容易 但是这些骸骨 不但血肉早已消除 连骸骨都开始出现风化 可见这场战争 过去的岁月 是何等的久远 但是即使 这场战争过去了如此之久 在这片战场上 空弥漫着的那些 强烈的金戈之意 依然浓烈无比 楚剑就及时指示 站在战场上 以他的身体强度 在这些金戈之气 刺激之下 依然感觉到 似乎生疼 楚剑就在震惊过后 转而很快 就恢复了他那 财迷本性 虽然这地方 极为古怪 或许会潜伏 有无数未知的风险 但是管他呢 既然已经进入了这里 那么就进来指 则安指 这里遍地都是法宝 这次真是转大了 楚剑就目光中 满是兴奋之色 顿时立刻行动了起来 地面上无论是 法宝碎片 还是尸骨残骸 都被楚剑就捡起来 塞入混沌之尊塔中 各位大哥大姐 既然你们英灵早已消逝 留着这残骸 暴石荒野也是浪费 就让小弟 帮你们保管好了 就当是你们死后 为这世界再贡献一点余晖 到时候 一定会把你们打造成 强大的宝物 不会辱没了你们的身份 楚剑就一边收剪着 那些尸骨残骸 一边口中念念有词 不过如果那些 尸骨残骸死后有灵 听到他这话 估计会直接被气得 火转过来 正在楚剑就 剪着地面上的宝物的时候 他的眉心忽然一亮 争的一声 一柄秀起斑斑的破剑 从他的眉心中射了出来 楚剑就见到这一幕 顿时有义争 这柄破剑 跑出来这是干什么 平时隆冤剑 一直都是 安安分分地 待在混沌之尊塔 那个中央阵法之中 很少会主动跑出来 唯一跑出来的一次 就是在新泽命境中 一剑劈的玄魔血珠 救了他一命 楚剑就对这柄破剑 可是没有什么好印象 就是因为 在这柄破剑的怂恿之下 混沌至尊塔 才要分掉他所得到的 宝物的一半 龙渊剑 在从楚剑就的眉心忠 出来之后 嗡的一声 剑身一震 从剑身中散发出 道道金光 这些金光 直冲天际 把天上那些 暗尘的乌云 都冻穿了一个大洞 在龙渊剑散发出 那些金光之后 战场上弥漫着的那些 浓郁无比的金光之气 顿时犹如 汹涌的潮水般 朝着龙渊剑 疯狂涌去 在吸纳了这些 金光之气后 龙渊剑身上的光芒 顿时更盛 楚剑就目瞪口呆地 看着这一幕 这样一行 龙渊剑吸纳这些金光之气 整整持续了半个时辰 附近 数千里之内的金光之气 顿时被龙渊剑 吸纳一空 等到实在没有金光之气 可吸收的时候 龙渊剑这才停了下来 这时 从龙渊剑内 传出了一声宝格声 楚剑就不由 瞪圆了眼睛 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正在楚剑就怀疑自己 刚才是不是听错了的时候 在龙渊剑的上空 忽然逐渐显露出一个 身穿轻衣的童子的虚影 这个虚影一开始 只是模模糊糊 随后就逐渐变得清晰凝视起来 直到最后 与寻常童子无异 楚剑就看着 这坐在龙渊剑柄上的轻衣童子 顿时流警惕的道 你是谁 哼 连本大爷都不认识 跟了你这抠门无比的雄鬼 老子这是 倒了八辈子没 清衣童子冷哼了一声 竟然他扶了扶肚子 伸了个懒腰 一脸享受得道 舒服 好久没有吃得这么饱了 楚剑就听到这话 不由一脸匪夷所思地道 难道 你就是这把龙渊剑 没见识的土鞭 本大爷是龙渊剑的剑灵 清衣小童不屑地 瞥了楚剑就一眼 听到清衣小童这话 楚剑就顿时 一巴掌拍在他脑袋上 骂道 吃老子的喝老子的 在老子面前装什么大爷 清衣小童 顿时被楚剑就这一巴掌拍愣了 他堂堂的上股神气 知识力弱的 像楼椅般的家伙 居然敢拍他的脑袋 清衣小童愣了好半声 才回过神来 大怒道 楚剑秋 你给老子放尊重点 老子可是堂堂的上股神气 信不信老子 一剑劈了你 清衣小童 话音刚落 楚剑就没心 忽然射出一道金光 狠狠地轰在清衣小童身上 把清衣小童 从龙渊剑的剑柄上 轰落下去 这道金光 把清衣小童 轰落地上之后 游子悬在清衣小童的头上 警告的意味 极其明显 清衣小童 在见到这道金光之后 立即就怂了下来 完脸 黑笑道 不要当真 不要当真 我只是开个玩笑而已 但是那道金光 依然没有散去 而且闪烁伸缩间 大又往清衣小童 镜尖 展露的意味 清衣小童被这一幕 吓得魂飞魄散 哭丧着脸道 我真的只是 开个玩笑的而已 有您在他死海中坐镇着 我就算有一万个胆子 都不敢劈他呀 他是真的怕了 如果被这道金光 从他脖子上落下 他估计就要彻底消散了 面对着生死威胁 清衣小童 哪里还敢有半点傲娇 那道金光 在清衣小童脖子上 绕了一圈 沉思了半声 觉得清衣小童的话 说得有道理 便一闪而逝 返回到楚剑丘的眉心中 清衣小童 在那道金光 在脖子上绕圈的时候 顿时只赶手脚一片冰凉 全身一阵瑟瑟发抖 等到那道金光 返回楚剑丘的眉心后 清衣小童这才松了口气 清衣小童垂头丧气地 从地上爬起来 心中暗脚晦气 他堂堂的上股神器 全被欺负到这个份上 这真是没天理了 不过楚剑丘石海中的那尊大佬 却不是他能够惹得起的 那尊大佬的品阶 高到了难以想象的地步 而且对他们这些法宝之灵 有着天然的压制作用 虽然那尊大佬 受创比他还要严重得多 但是对付其他来 却还是绰绰有余的 清衣小童从地上爬起来后 见到楚剑丘在一旁 似笑非笑地看着他 一脸幸在乐祸的神色 笑你大爷的笑 是不是想打架 清衣小童 想到自己刚才的那副怂样 顿时心中不有一阵恼火 他这话一出的时候 楚剑丘的眉心顿时金光银线 那道金光好像又要射出来一般 清衣小童顿时连忙改口道 想打架我也不会和你打 听到清衣小童这话 那道金光才又连摸进去 清衣小童不有一阵垂头丧气 心中把楚剑丘的十八大祖宗 都问候了一遍 在接下来和楚剑丘相处的时候 清衣小童依旧忍不住 口无遮拦的骂人 但是他也逐渐发现了一个事情 只要他不威胁楚剑丘 无论他和楚剑丘斗嘴 斗得怎样凶猛 那道金光多懒得理他 但是如果他胆敢出言威胁的话 那道金光立即射出来 对他教训一顿 清衣小童摸清楚这个规律之后 顿时也学聪明了 只是和楚剑丘在嘴上交锋 不敢再去出言威胁 焦黑的战场上 一座山丘的顶部 一块巨大的剑气碎片插在上面 这块剑气碎片散发着 极为强大的气息 虽然已经是破碎的法宝 但也可见出他那不凡的平街 楚剑丘见到这块碎片时 顿时两眼发亮 看品相 这块剑气碎片至少是半部六阶的法宝碎片 若是拿到手 添加进自己手中这柄长剑中 将会使自己手中这柄长剑的平街大大提升 楚剑丘身形一晃 飞身到那山丘上 往那块巨大的剑气碎片上抓去 眼看就要把这块剑气碎片拿到手中时 眼前却忽然轻盈一闪 紧接着 那块巨大的剑气碎片 便已经从眼前消失 倒嘴的肥肉被人硬生生地抢走 楚剑丘顿时脸色黑如锅底 不用看他都知道 这是谁干的好事 楚剑丘转头看去 果然见到那个青衣小童 坐在那柄丽的龙渊剑剑柄上 手中拿着那块巨大的剑气碎片 见到楚剑丘看过来 青衣小童顿时得意洋洋的一笑 这看到楚剑丘吃饼心中就是酸爽 他自从在天水郡的万物商行拍卖会上 被楚剑丘拍下来之后 跟随在楚剑丘审变已经四年多 哪里还不知道楚剑丘的心情 这家伙十足就是一个爱采如命的彩米 青衣小童在嘴上功夫拼不过楚剑丘 有混沌至尊塔的震慑 他又不敢对楚剑丘出手 唯一能够让楚剑丘吃憋的地方 就是和楚剑丘强宝物 以前由于受创太重 他只能保有一丝灵石 无法凝聚出身形来 自然拿楚剑丘没有办法 这是在进入这个破碎的世界碎片之后 他吸纳了这个世界碎片 所残留的金戈之气 缘起恢复了不少 虽然离真正的恢复巅峰时期 还差十万八千里 但好歹能够凝聚出身形来 不用再一直待在混沌至尊塔中 才能勉强保命 他所受到的创伤实在太重了 在落着楚剑丘手中之前 他的灵石一直都是处于沉睡状态 堂堂的上古神器 比起最普通的法宝都还不如 如果当初不是落入楚剑丘的手中 从而受到混沌至尊塔的滋养 恐怕再过一些时日 即使他连沉睡状态都保持不住 直接就彻底消散了 所以清一小童 虽然对混沌至尊塔很畏惧 但是同样也是心存感激 因为没有混沌至尊塔 他也就没有了复苏的可能 再一次此吸纳 楚剑丘投进混沌至尊塔中的 能量和宝物之后 他的力量也一点点地恢复过来 所以楚剑丘说的那句 他吃楚剑丘的 喝楚剑丘的 也的确就是事实 而他威胁楚剑丘 说要批了他 其实也的确是口中说说而已 并不是心中真就存了此念 他就算看楚剑丘不顺眼 但是楚剑丘的这一份 再造成他还是记在心中的 青鹰小童虽然和楚剑丘抢宝物 但是抢的也只是法宝碎片 对于那些完好的法宝 他并没有下手 他虽然想恶心楚剑丘 但是也不敢做得太过分 否则 真的惹弄了楚剑丘的话 他的下场也不好过 因为他的灵石 以楚剑丘的神魂之间 被混沌之尊塔加上了 几身的契约 在他的灵石 刚刚苏醒的时候 在混沌之尊塔的强迫之下 他就被迫扔了住 不过 这件事情 青鹰小童无论如何 都不会让楚剑丘知道 因为一旦 让楚剑丘知道这件事情之后 他的好日子就到头了 好在混沌之尊塔 虽然在暗中促成了此事 但却也没有告诉楚剑丘的意思 这让青鹰小童心中 松了口气 青鹰小童手指 轻轻在那块 剑起碎片上一点 那剑起碎片 顿时立即消融 化作点点金光 融入到龙渊剑的剑身上 在吞了这块 剑起碎片之后 龙渊剑的剑身上的袖脊 又消除了一点 但是龙渊剑 剑身的袖脊满布 密密麻麻的数不胜数 要想把这些袖脊 完全去除掉 还不知道 要吞噬多少法宝碎片 不过青鹰小童 却已经很是心满意足了 若不是进入这块 世界碎片 他要恢复一点实力 也不知道要等到 何年何月 凭楚剑丘的赚钱能力 他赚来的钱 还不够他自己花呢 即使分一半给 混沌至尊塔 能够落到他身上的 少之又少 如果按照那样的修复速度 他要想恢复 不知道要等到何年何月 青鹰小童打量着 这荒凉无比的世界 心中很是有几分雀跃 想不到在南州这种 穷乡僻壤之地 还能够遇到这种 上古战场的世界碎片 楚剑丘以及南州的舞者 不知道这个命境的来历 青鹰小童心中 确实清楚得很 以他的眼界见识 原非南州这些土鳖可比 作为堂堂的上古神器 龙渊剑 当年他可是亲身参加过 那场浩大无比的战争 而他也是在那场浩劫之中 被打得重创 差点直接崩碎 而他的主人也在 那场大战之中陨落 那场浩大无比的战争 打碎了无数的世界 这个命境 只是那无数个 被打碎的大世界之中 一个不起眼的小碎片而已 相对于那场浩大无比的战争来说 这处世界碎片的战场 根本就不算什么 当然 对青鹰小童现在的处境来说 也是一个极好的宝地了 在天舞大陆这种穷乡僻壤之地 能够遇到这种 上古战场的世界碎片 这已经是运气好的爆棚了 哪里还能奢望什么 楚剑秋看着那块 剑起碎片 在青鹰小童手中消融 脸色黑如锅底 那块剑起碎片 至少都是半部六届的 法宝碎片 全就这样 被这该死的家伙 给抢走了 楚剑秋心肝疼得直低血 不行 这要想个法子 怎样才能抢赢他才得 要不然这些高级的法宝碎片 自己一块都捞不到 虽然楚剑秋这一路上 也捡了不少法宝 但是都是品阶比较低的 大多数都是五届下品 五届中品的都比较少 五届上品的更是寥寥无几 越是高级的法宝 越难以找到完整的 这一路走来 楚剑秋发现 五届几品以上的法宝 基本上都是碎片 至今没有发现一件 五届几品以上的法宝 是完整的 对于这一现象 楚剑秋倒是没有太大的惊奇 因为法宝等级越高 虽然也越坚固 但是能够用得起 这种高等级法宝的人 同样也是实力强大 无比的舞者 在那些实力强大的舞者手中 即使法宝的等级再高 但是同样 承受的力量也更加强大 所以反而是这些高等级的法宝 更容易出现破碎 而那些实力较低的舞者 反而没有那样力量 打碎手中的法宝 从而使得那些低品级的法宝 反而得以保存完整 这就导致了 楚剑秋虽然减了不少 五级下品的法宝 但是高品级的法宝碎片 一块都没有捞到手 全部落入了 青衣小童的手中 这样下去不行啊 再这样下去的话 自己简直是血溃 楚剑秋一边继续走着 一边再沉思着 如何才能更好地 和青衣小童抢法宝 这家伙的身法 实在是太快了 即使自己把封一顿法 施展到极致 都抢不过它 接下来 楚剑秋和青衣小童之间 展开了一场 抢法宝大战 楚剑秋不断地尝试着 各种方法 但是最终 都抢不过青衣小童 这一天 他们来到一处 满世残垣断壁的石林中 这片石林极其巨大 一眼望去 看不到尽头 石林之中 到处处理着一道道 巨大无比的 参天石柱 对于阵法造诣 高深的楚剑秋来说 一眼就看出了 这是一个 巨大无比的阵法 这是有一方 以这个石林 作为防御的堡垒 在这里和敌人 做出殊死一战 从那一道岛 巨大的参天石柱 都被打得 一根根的打断 满目都是 残缘断壁的样子 可以看出 当初那一场 大战之剧烈 整个石林 到处都是 尸骨残骸 法宝碎片 也比其他地方更多 楚剑秋扫尸了 一眼四周 心中兴奋无比 这个地方看起来 就是藏有 很多宝物的样子 助然 楚剑秋的目光 停留在了一处 断舌石柱的石缝之中 那里插着一块 羽翼壮的 法宝碎片 在见到这一块 羽翼壮的 法宝碎片时 楚剑秋目光 漠然大量 此时轻衣小童 也注意到了 那块羽翼壮的 法宝碎片 两道人影 几乎在同一时间 向着那块 羽翼壮碎片 扑了过去 两人的身法 快捷无论 几乎都化作肉眼 难以辨证的残影 向着那块 羽翼壮碎片略去 这一次的结果 大大出乎了 清衣小童的 意料之外 他眼前一花 居然见到 楚剑秋 跑到 他的前面去了 一晃身之间 楚剑秋已经拿起了 那块 羽翼壮的 法宝碎片 清衣小童见到 楚剑秋背后那堆 透明鱼翼 顿时不由一阵 懊恼不已 又被这 阴险狡诈的家伙 给骗了 由于之前 楚剑秋 一直都没有 动用风之意 所以和清衣小童 抢夺法宝碎片之时 屡屡落向下风 这使得清衣小童 下意识里 都认为 楚剑秋的速度 就只有这么快了 由于 先入为主的判断 所以这次清衣小童 同样也是使出了 和上次一样的 身法速度 他就是只要 被楚剑秋 快上一丝 这才能更加 气死这个 抠门 吝啬的家伙 但想不到 之前的一切 全部都是 楚剑秋在演戏 清衣小童 早就落入了 楚剑秋的算计之中 楚剑秋就是通过 那一次次的 抢夺法宝碎片的失败 来瓦逼清衣小童 让清衣小童 形成那种 先入为主的惯性 这才能 刺激形式 楚剑秋在前面 一直没有使用 风之翼 那是因为 之前所遇到的 法宝碎片 虽然品质不错 但还不足以让它 暴露出 它的计谋 毕竟这种计谋 只能用一次 使用过后 那清衣小童下次 就不会再上当了 直到遇到了这块 鱼装的 法宝碎片 楚剑秋才 终于动手了 它与清衣小童的身法 是何等的迅速 只要双方 有一丝的判断失误 就足以 酿成败局 等到清衣小童 发现不对劲的时候 楚剑秋已经 跑到前面 把那块 法宝碎片拿到手了 清衣小童 看着楚剑秋手中那块 鱼装的 法宝碎片 心中顿时 懊恼不已 早知道这家伙 阴险狡诈 自己就不应该 放松警惕 那块鱼装 法宝碎片的品质 至少达到 六届中品 比起他之前 所得到的 所有法宝碎片的品质 都还要高 清衣小童看着楚剑秋 不由一阵 咬牙切齿 这次 可是亏大了 法宝碎片 既然已经到达了 楚剑秋的手中 他自然不能 出手抢挪 如果他真敢 那样做的话 混沌之尊塔 分分分钟叫他做人 楚剑秋在得到这块 六届中品的 鱼装法宝碎片之后 没有继续前行捡法宝 而是停留下来 取出那风之翼 以及气浮阵 练起了气来 如今宰折 危机四伏 凶险无比的环境之中 能够增强一份实力 是一份 只不过六届中品的 法宝碎片 相对于楚剑秋 目前的境界兄辈来说 毕竟品质还是高了些 即使有气浮阵辅助 练化起来 依旧艰难无比 轻易小童 坐在那柄竖着旋利的 龙渊剑剑柄上 双手暴毙 似笑非笑地 看着楚剑秋 满脸的喜虐神色 即使让你拿到了 这块法宝碎片又如何 还不是依旧练化不了 那块羽翼状法宝碎片 在气浮阵拿 熊熊烈焰中 缓缓消融 只不过拿 消融的速度 为施慢得 有点不忍直视 楚剑秋没办法 尝试着调动 圆弹中拿 视雷珠的力量 无数恐怖的雷猫 出现在楚剑秋手中 往那块 羽状法宝碎片上轰去 在这些恐怖雷猫的 辅助之下 那块羽状法宝碎片 消融速度 开始明显加快 不过比起正常的 练习速度来说 却依然是慢得多 楚剑秋心中 不有有些无奈 也只能是这样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